陆玉儿乔庄混进了花府 可是却一无所获 并没有找到云月面馆和陆家的底气 这时 他看到有人走了进来 于是急忙躲在了一旁 来人正是花一南和顾新竹 顾新竹汇报了审讯被抓的海盗情况 得知海盗有意进攻花尖岛 花尖岛三面是悬崖 海盗想从悬崖进攻 必然要用到飞龙爪 尽管花一南已经提前进行了准备 他仍旧担心海盗会采取其他手段 因而调动兵权防卫成为重中之重 花一南让顾新竹离开 随后翻起了一些重要的档 陆月儿不小心碰落了一旁的书卷 花一南这才发现了躲在一旁的陆月儿 陆月儿谎称自己是来感谢花一南救命之恩的 但他并未通报 而且是仆人的打扮明显出卖了他 花一南不肯放过这样一个亲近陆月儿的机会 准备壁东来增进二人的感情 没想到花一南和苏唐来到了门前 花一南急忙让陆月儿躲在一旁 他开门将姐姐和苏唐迎了进来 花一南此次来就是想撮合花一南和苏唐的亲事 苏唐对花一南早就心有所属 可花一南却一心想要娶陆月儿 他告诉姐姐 外面传播的消息是他放出去的 他要迎娶的人只能是陆月儿 花一南听后大怒 指责陆月儿根本不配进入花府 将陆月儿贬得体无完肤 陆月儿在一旁听不下去了 直接冲出来怒对花一南 称他根本不想嫁给花一南 是花一南整天缠住自己 让花一南管好自己的弟弟 这一番话气的花与曼直接背过气去 花一南亲自送陆月儿 多若看到后在后面紧紧追赶 甚至骑上了一头驴 没想到这头驴经到了马车 花一南和陆月儿意外地亲吻到了一起 陆月儿心跳加快 担心自己会因此暴毙 花一南则凯探自己的初吻就这样没了 花一南见陆月儿不吃软的 便想霸王硬上弓 他带住陆月儿来到了绣房 让人给他精心打扮起来 自己则在一旁背起了情话誓词 陆月儿闪亮出场让花一南差点亮瞎了眼睛 那一刻他注视有些心动 开始的因为利益而追求 现在他变成了心甘情愿 花一南称陆月儿对自己动心了 陆月儿回想在马车上的心跳过速 想再体验和感觉一下是不是自己对他动心 于是拥抱了花一南 却没什么效果 莫非只有亲吻才会心跳加速吗 花一南似乎觉察出了陆月儿的心意 他主动拥住了陆月儿向他吻了过去 这时杜若骑女赶了过来 大声阻止了二人的亲吻 带住恨意带走了陆月儿 陆月儿给杜若做了好菜 杜若心情不好 听到陆月儿说自己可能对花一南动心后更加生气 他主动拥抱陆月儿想证明他对自己一样有好感 可陆月儿却说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杜若依罪解千仇 抱住陆月儿不肯撒手 最后是陆府家丁将其掺走 随后家丁递给陆月儿一封信 称杜老爷已经给陆月儿找到了诡异难责 他就在京城让陆月儿五日后乘船离岛 盘缠也给他准备好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杜若 陆月儿就算再笨也明白杜老爷是什么意思了 陆月儿在山顶向妈妈亲属内心的想法 希望他能保佑自己和阿爹治好病 花一南拦下了他 并再次亲吻了陆月儿 那一瞬间 仿佛沐远和小满的灵魂重现 花一南竟然流下了眼泪 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 陆月儿更是不太理解 他告诉花一南 二人之间没有未来 而且他马上就要去京城治病了 阿爹病重可血 小乙群便倒内医生未果 现在只有花一南家的医生能够救阿爹了 陆月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